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大家收看今集的《创业军师》 艾美扮婴是女士的天性 无论什么身形或身体上有残缺 扮婴都是女士的权利 我们今天请来的这位创业家 曾经试过建功做售货员 不过有不快的经历 于是自己创业做生意 专营一些大马衣服和大马内衣 当她的生意上了轨道之后 还开设无障碍的内衣店 为一些商店人士提供更多扮婴的选择 我们今天有公司创办人高荣志 Sori姐你好 Hello 大家好 Sori姐你好 Tina 我听你所说 看来今集的嘉宾 她应该有很厉害的创业故事 以及她的产品 都可以帮助很多社会有需要的人士 是一个很励志的创业故事 当她自己的生意成功上轨道之后 就决心做很多事 去帮助一些有需要的人 我们说她做社会服务之前 先和Sori姐聊一下 其实你的创业故事是怎样的呢 我知道你小时候是想做销售的 为什么想做销售之后 就决定创业做生意呢 应该这么说 我本身真的比较幸运 我很小时候已经生于一些小康之家 其实爸爸也是做生意的 我爸爸是做制衣的 但是我爸爸很早 大概在我九岁的时候 就很不幸运地患上了癌症 我有弟妹 我弟妹刚出生了一个月 然后开始 爸爸大概患病的时间有九年了 这九年里 因为没有收入 爸爸做不到工作 所以变成了 妈妈把家的资产 买得就买 按得就按 就换取一些生活费 因为一家五口 当时是没有任何收入 所以我觉得妈妈都很厉害 九年里没有收入 都可以资产投家 到真的爸爸正式离开了 在我18岁那年 其实我刚刚升了六岁 那一刻我看到妈妈的压力开始很大 而且坦白说我又不是很喜欢读书 但是我很有趣 因为从小到大 我是有做兼职的 因为没办法 你知道家里没有收入 我就要帮人补一下 我发觉 虽然我的成绩是挺好 但是我很喜欢赚钱 但是对读书 我好一点 但我不是很大兴趣 所以我就在想 不如会不会 减轻妈妈妈的负担 爸爸一走了的时候 我就打算出来找工作做 我打算负担不了 家里的债务 我都可以负担自己 减轻妈妈的负担 因为从小到大 真的很喜欢讲话 和很喜欢见人的工作 那个年代 我又没有什么资讯 要么做文职 要么做售课员 我就觉得 我想去做售课员 那出去见工 我其实真的走了很多间 虽然我不是找了那段时间很长 但我找了几个商场 家里有几个商场 我走了很多间 都想看看有没有工作 即是售课员可以聘请我 我最印象深刻 就是有一间 外面写着 请售课员7000元 然后我就进去见工 它是一间日本高级时装店 我进去见工 老板娘我一看见她 我就觉得 因为她是日本人 她是很和可亲的 我就跟她说 我再没有人聘请 我家里就很麻烦了 就求她聘请我 她最后都很坦白和我说了一句 尤其是我们买高级时装的 其实需要一个 首服员的外表 真的会扮靚 或者穿靚一点 才说服我们客人去购买更漂亮更贵的时装 她说 但见到我这么惨 都想给个机会我 但是 外面明明写7000元 她只肯用4500元去聘请我 那便无故被人压了2500元 其实当时听到是很感动她给机会我 但是我在想 你不是因为我的工作能力去调教我的薪金 你是看到我的表现 断定我是一个不能够成为很出色的受服 然后减了我的薪金 我觉得有点难过 不过我也愿意去尝试 我觉得第一份工作不如试一下 都没人肯请我 那我就想上班 但是首要的条件就是我要漂亮的衣服 而且那时那个年代我香港 是没有任何一间大马的时装 即是有些品牌的 我穿品牌那些是未来香港的 所以其实我是只有那些中年发福的 那些店铺才有我尺寸的衣服 所以当时我见工的确确穿得不太漂亮 那没办法 他请我 我就打算去尝试上班 谁知道我真的尝试都找不到 那我就因为从小到大 我也有去学习日文 或者对日本的文化很喜欢 所以其实我有看那些日本的时装雜誌 没有得买 我唯有去做 那我就剪了一些日本杂志 去找一些裁缝去帮我做 那我去找裁缝做的时候 他就跟我说 小姐你做一件和十件都一样 这么多钱的 因为一买一匹布 你订做一匹买 不是一块一块买的 那他叫我做十件衣服 还要十件一模一样的衣服 那些免费的拍卖网站 是一毫子广告费都不用的 但我就在想 没理由全香港只有我一个 没有衣服 只有我一个肥妹没有衣服 是什么 不可能的 那我就剪了去看看 我其实当时是想着 放上网给人夹单 一起去做十件 那我就在想一想 不是的 因为当时的年代 那些日本时装雜誌 其实很贵 整个200元本 那我就觉得 我也有我的成本 我又要去帮他们 去集合一些单子的时候 那我就把我做的成本 高了差不多一倍 那就希望看 有没有人和我夹单 谁知道我第一天 已经收到大概五十张单了 第一天就要我放上去 对了 那我跟着第一个月 如果我这样做 我的利润 其实第一个月 我赚了十几二十万个月 最开始的时候 没有想不到那么受欢迎 因为真的没有 所以我是很负乱地 去做了这个生意 当然那四千五百元的 那个受欢迎 我真的没有去做到 但是相差太远了 而且我看到利润很棒 所以我就去了创业 那果然一个品牌 就是一个故事 那今天也有个机会 不如你介绍一下 你产品的特色方面 究竟是平时的客人 是Taylermade 还是你有些款式 其实已经是设计好的 好像平时的时装店 是可以直接销售出去的 不如你介绍你的产品 如果说回我创业的故事 那时做时装和现在是不同的 但是那时做时装 我也是有买内衣 那时时装就真的 有什么杂志 就剪什么杂志 其实最后也没有是剪来做的 是加了少少元素 因为始终你知道 时装杂志上面 是给一些很瘦很漂亮的模特儿 最后的设计 都是改回我们的肥人的设计 真的不同的 所以我们自己又再去设计 其实再到大概十年前左右 其实很多品牌来到香港 甚至乎网上是很流行去买时装 我觉得时装的竞争力越来越大 所以有一件事 你永远都不会上网买 就是内衣 因为当时大马有大马时装 大马婚纱、婚宴、婚宴 都有做的 大马内衣、大马鞋 我各样都有做的 我看到随着互联网的兴起 那些生意在下降 但是我看到内衣就在升 因为上网是你不会上网买内衣 女人要试才会去买 所以我就决定不如做内衣 现在我的内衣是发展到 我是自己找台湾厂去设计自己的款 而且不是自己的款 而是适合香港女士的身形的款 因为虽然你看到内地也好 台湾也好 香港其实身形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不质量 就会不配合香港的女士 其实如果一些比较肥胖的女士 她们去选择内衣 其实你怎样去供她们的心态 是款式行先 还是实用性功能行先 还是两者兼备 因为我现在做的 我们是很大和很小的尺寸 中间的尺寸我们也有做的 但最有名的是很特别 瘦的女士 一些特别肥的女士 我们是最有名的做这些 是两个不同的因素 如果你问题是 如果针对肥胖的女士 一定是款式行先 因为我们以前买内衣 只有黑白灰色 是没得选择的 现在我们将日系的设计 放进去 麦克隆的颜色 变成了款式 就会多损杀了很多 还有我想功能也很重要 肥胖的女士需要更多的承托力 所以功能上我们也有加 但你说客人一定是 因为款式而去选择我们 是这样的 是的 我有兴趣知道 SORRY姐 你公司现在买内衣的客人 究竟是自己去找你们 还是你做多网上宣传的 因为做时装 很多时候要买很多广告 但这个行业这么独特 会不会是广告不用怎么买的 总之有个口碑有个声誉 客人就会自己找来 不过这些时间差不多了 下次再回答这个问题 继续回来创业军司的时间 SORRY姐 做生意我们经常要计成本 我想几样在香港做生意很大的成本 就是租金、人工 另一个就是你的品牌广告的宣传 我想专注跟你谈了什么 你的品牌广告宣传是怎样 你生意上 需不需要花很多广告费 去吸引人来看你的商品 或者买你的商品 现在是多了的 但在我创业初期 真的朋友介绍朋友是很多 是的 大部分都是朋友介绍朋友是最多的 而且初初我现在打的策略 其实是楼上铺比较多 因为坦白说我的客人是比较年轻的 所以它的新模式 买内衣 喜欢在楼上铺一些私人空间 比较重的地方 多过去商场 给人去看到 或者百货公司 肯定不愿意去看 因为是私人度 所以我其实租金也欺负了很多 因为我发现在街铺 即是商场铺 我没有什么生意 但楼上铺 甚至乎有一间 我还记得$5,900元租 但一个月都跑到$60万 即是可以去到这样 但反而我下面试过 三、四万租金 可能我一个月都花不到$20万 即是可以这么有趣 这件事 但广告方面 我真的投放得少一点 但最近都遥厉 因为始终出名了 很多人都会想上网搜索 你的品牌有什么货 行什么方向 想对你的品牌了解多一点 那就开始上网的预算都多了 但大部分都是朋友介绍 朋友会比较多 所以找到市场的南海 它的需求够大 基本上你只要是肯去做这门生意 你都可以找到不傻的回报 其实现在生意的状况 即是你主要的生意模式 是否纯粹是一买一买的内衣 还是有其他的收入来源 其实一买一买真的比较多 单一一点 因为始终零售行业 就真的会差一点 但我自己做生意 同事就可能很不喜欢我 因为这个老板是变得很快 甚至很创新 经常想些事情 他们其实觉得不可能做到 但不知在我带领之后 他们又觉得做到 譬如我现在只做内衣 但其实我是加上尾胸服务进去 因为我本身做的内衣 是有少少矫形的服务 穿完一段时间 胸墓会有一些很好的转变 会穿回很漂亮 但穿内衣多漂亮都好 但穿内衣都要一段时间 才可以调节到身形 我们很多时候做生意 要说是上线和上线 但我听你这么说 其实你现在的生意 主要是穿上线 例如在楼上多些 上线反而不是一个重点 但我也要发展 今年也要发展 内衣本身不试 真的很难买 但有些是不需要的 例如我们有些 Legging 睡衣 各样奶油 其他产品 其实是可以上网买 所以我今年也开始 设立了一个新品牌 都开始报到 做上线的生意 那些 例如穿内衣 当然要购买很足 但有些内衣 例如睡眠内衣 其实客人都会上网买 就像时装 买了一次 知道尺寸 就可以重复订阅 按键 对 内衣始终比较私人 比较私人 有没有试过 有些客人会尴尬 可能身体比较肥本 但又可能怕不敢去试 或者怕穿出来 没有自信心的时候 有没有试过 遇到这些客人 你如何给他们一些信心 如果是 有些客人会很害羞 但我只要跟他们说一句 别害羞了 你现在不让我看 有东西 看得不想看了 他们明白我们的工作 我们真的看很多 开始放下戒心 第二 我想 因为身形肥本 反而不是 肥本的女生很豪放 你来吧 受伤的女生 反而没有自信心 但还有没有一些客人特别 有的 乳癌的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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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了一遍 真的自己都不想见到自己的时候 其实基本上店铺都不会进入门口 很小声地问你 有没有内衣问完 所以做这门生意 对于女士来说 是很有意义 在里面 先来说到有些有乳癌的女士 我知道你现在事业上做得很好 亦都开设了无障碍的内衣店 其实为何我会做一间无障碍内衣店 其实就是疫情初期的 坦白说 AXS的女性品牌 其实我和 你知道我做内衣 更加全部的同事都是女士 因为我不是大公司 我们的中小企 和同事真的比较熟 很多时候在我们上班的女士 都是自己住 有家负担有小朋友 我是幸运一点的 其实刚刚疫情初期 我都会下降 但我未下降到虧 未虧未胜的时候 我又觉得 做老板是不是赚的时候 就拿到尽 虧未虧的时候 减赚他们的薪金 或者叫他们服务身价 我觉得不是这样的 因为要建立一个团队 是非常困难的事 无论因为少少的事 就去减赚别人的薪金 搞到他们没有士气 我就在想 还可以做些什么 令到他们又有工作 但那个时刻 是他们上班都没有工作 因为都没有客户进来 再加上譬如市场 我们真的切了 因为当时 其实今次疫情 我是第一次经历 因为2003年 我当时会考 我还没出来工作 那年 然后我开始看 有没有那些计划 令到他们有工作 可以继续上班 养家 我认为 刚刚认识了主席 Carmen 她跟我说 其实很多残疾人士 我们都是穿 家人二手内衣 二手内衣 对 然后她说 不止内衣 内裤都是 但是我听到之后 我觉得很不可自信 因为以我的认识 其实街边也有很多 很便宜的内衣 甚至乎街市也会有 所以我觉得 为什么要穿 这么容易手的东西 这些贴心物 好像很骯髒 我就觉得 因为我的品牌很有趣 我是在走中价路线 的内衣品牌 你说我突然之做特价 突然之客人又会很不开心 买的时候 正价你便宜这么多 但是内衣有很多断马 内衣是很多马 一回事 那我怎么去处理呢 不如我觉得 既然你们有需求 不如我捐出来 但是 再深入去捐的时候 我问他们 是不是钱的问题 原来 不单是钱的问题 是香港太小 他们的侍身室 是没有一辆轮椅 进去 就像泊车那样 就算进去 也没有位置 转回 再退 我就觉得 原来 其实社会上 很多的细节位 不是只用钱 解决得到的 我还可以做些什么呢 我就 开始 有一间店铺 刚好要搬 在尖沙咀 还有我做典型 我希望 不是做声音 找完传媒 採访完就算了 我真的想多人 那我就想 如果要做个这么大的空间 由轮椅出入的地方 其实我的成本 是不是很贵呢 我也有想过 但是如果我开在沙头角 开在粉里 没有意义的 因为他们去不了 他们已经很不方便了 你再这么远 那最后 刚好尖沙咀 我刚好要搬 我就想 可不可以 把这件事混合 但是 发觉 王天不负有心人 其实找铺子很困难 平时我们 跟地产熟 平时找铺子七天一定找得到 今次这家无障碍 我们走运整个添沙咀 过半月 我都找不到 找不到的 是因为 我们走的时候 发觉 很多时候都是单栋大厦 只有一部升降機 轮椅人士 入到一部升降機 是很尴尬的 如果繁忙时间 一部轮椅进去 基本上 后面的人不用进去 便会背着它 甚至乎 原来很多时候是一级 我们香港可能 流水工程 还是下雨的时候 很多时候都找一级楼梯 去挡住 让它不要进水 那一级就是 轮椅人士进不了 所以找了很久很久 所以 找了一个半月之后 终于有一部 即现在我家无障碍 地产打给我 有一个地方 你刚刚用 然后我看到 所有设施都对 而且租金 比起我少一万 原来我要做些事情 就是告诉商家 帮人 不一定 帮人这些人士 不一定是给贵一点的预算 我是比 人家更便宜的预算 的情况下 我做到这件事 所以我就觉得 这件事真的很特别 然后很多传媒报道 我反而疫情的生意 比未疫情之前好 所以我帮人的时候 人家都在帮我 所以做生意 赚钱当然很重要 但其实帮到人 亦都多一个层次在里面 今天谢谢SORRY姐 谢谢SORRY姐 有血有肉 有热 有创业故事分享 多谢你 谢谢你 如果你都喜欢这条片的话 记住留言 和给个like我们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 Channel 按下这个钟仔 那我们在最新资讯的时候 就会第一时间通知你了 我们另外还有一个Facebook Page 记住给like和share给朋友 拜拜